便秘不一定是大便甘燥 因为在我们临床当中 很多因为排便困难来就诊的病人 他的表现并不仅仅是大便甘燥 比如说有些人的表现是 大便并不干 但是他觉得这个排便非常不通胀 平常需要十分钟排完 他可能需要二十分钟三十分钟 这也是排便困难一种表现 还有一种是他排完便以后 总觉得我排不干净 总觉得我今天没有彻底排空 那么这种情况也是便秘的表现 甚至还有些人排便的时候 不能够自主排便 需要用特殊的手法帮助排便 这都可以称之为便秘 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我们来说 中阴把便秘分为很多种类型 比如他有实密 有气密 有虚密 有阳虚密 有阴虚密 那么这些便秘 它由于不同的阵型 它表现的临床表现也是不一样的 它可以出现大便并不干燥 或者是它的便秘非常频繁 每天可能去蹲厕所十几次 但是就是排便不通胀 那么这也仍然是便秘的一种表现 所以说并不是说大便干解 或者是长时间的不排便 才称之为便秘 有时候大便不软 大便软非常软 或者是大便的频率也非常多 我们也称之为便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